今天很高興請到一位中醫師 楊明堂中醫診所的李卓林醫師 李醫師你好 我們會談談情緒病 我聽你說過 原來平板支撐對情緒病是有好處的 因為中醫的情緒是與肝臓有關的 肝氣的流動就是協調身體血循環 和液體的流動 平板支撐會令腹部的肌肉 橫架膜和腹膜是長期收緊的 達到能量的釋放和停止 如果一個有好焦慮的病人 他做平板支撐只要做一分鐘 他的焦慮或驚恐的情況可以減輕三分之一 短時間就可以減輕 你這個說法很厲害 主要他是兩手兩臂伸直 人家將伸直挺直 用腳尖碰地 不需要做得久 大概是一分鐘就夠了 最初做一分鐘已經很震 其實我個人認為 你最初做30秒已經很震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是平板支撐的話 上去網上搜尋 有太多方面的資料 不過有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原來就是平板支撐對於疏氣也好 解溫是有這麼大的幫助 謝謝李醫師的介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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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